大家好,我是彭哨 2019年我上线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客网站 连续几天兴奋的睡不着觉,整袖整袖折腾 期间好多人看上了这款Nirvana清理物主题 私下跟我要圆马 但当时作者还在售卖,并且需要授权 看到大家失落的样子,我就更加兴奋了 不幸的是很快破解版遍布全网 没多久作者就停止维护 并将主题给免费开圆了 我花300大洋买的就这么被玩免费了 那我们就借此机会来说说 如何不花一分钱不写一行代码 就能轻松拥有属于自己的博客网站 其实作网站没有其他博主说的那么复杂 这个语法那个命令的,大多都是来炫技的 我站在小白的角度上总结了一下 大概就三步 第一,打开不花钱的服务器 第二,把免费又好看的主题丢进去 第三,发个文章记录一下,你有网站了 我还是用上次推荐的亚马逊EC2为例 因为它有一年的免费使用时间,足够你练手了 还有个好处就是用海外服务器不需要备案 打开官网链接,点击免费试用,注册一下 前面没什么好说的,认字就会 这里选择个人,随便添个地址 主要是付款信息这里需要讲一下 它只是暂扣最多一美元的费用 后面会如数退还,所以放心添就行了 最后再通过短信验证就注册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控制台,创建一个实例 相当于创建一台虚拟机 随便添个名称,选择一个操作系统 创建一个密钥队 一会儿远程登陆验证的时候会用到 类型选择第一个 格式要根据你使用的远程工具来选 我用的是party,所以选择这个.ppk格式 点击创建就会自动下载到本地 安全组选项这里全部勾选 EC2服务器自带30G储存空间 不用白不用,直接拉满 其他的保持默认即可 点击启动实例,咱们的服务器就开始运行了 为了更方便直观的管理服务器后台 我们需要一个UI界面 这种管理面板有很多 比如宝塔,OnePanel等等 今天咱们还是用最熟悉的宝塔演示 打开party远程工具 这里填写服务器的公网IP 我们回到刚刚创建好的服务器实例页面 选中实例 在下面详细信息里面复制公有IPv4地址 回到party界面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ssh后面的加号展开 展开认证选项 选择第一个证书 加在之前下载的那个喵对 点击open即可 这时来到命令行界面 输入admin回车 接下来就是复制粘贴的过程 打开宝塔官网 点击立即安装 根据你刚创建服务器时选择的操作系统 来复制对应的命令 回到终端界面 鼠标右键即可粘贴 回车 这里输入外 回车 接下来就是等待 可以喂鱼 逗猫 打老婆 直到出现登录地址和账号密码 就安装完成了 复制这些信息保存到计时本中 然后关闭窗口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信息提示 到服务器里面去放行这个35828端口 回到实力信息页面 选择安全 点击安全组链接 编辑入站规则 添加规则 端口范围填写35828 这里选择0.0.0.0 保存 恭喜你已经完成了重要的一大步 现在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地址 来访问宝塔了 用它给的默认账号密码登录 进入到宝塔 需要绑定一下账号 没有的话用手机注册一下就行 然后一键安装它推荐的相关套件 接下来还是等待 可以喂鱼 逗猫 打老婆 安装完成正式来到宝塔界面 这里可以查看服务器自带的30G内存和其他相关信息 接下来就要把你的网址添加进来 点击网站 添加站点 有域名的添域名 没域名的添IP地址 正常来说我们通过IP地址就能够访问网站 但为了更好看 容易记住 方便查找 一般都用域名 比如3w.xx.com 域名需要免费申请或者购买 然后解析 当然没有域名 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建站 这里创建一个数据库 账号密码用默认生成的就行 回头我们可以随时查看 直接确定 现在站点就添加好了 点击站点名 可以看到IP和默认端口80 IP相当于你住的小区 端口相当于你家门牌号 别人只有知道这两个信息才能直接找到你 缺一不可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门牌号只有你自己知道 服务器那边还没有登记 别人是导航不到你家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添加到服务器里面 回到编辑入站规则界面 添加规则 端口范围填80 这里依然选择0.0.0.0 保存 现在就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你的IP地址 英文冒号加端口号 访问你的网站 当然也会有极个别的服务器需要备案 才能使用80端口 所以有可能你还是打不开网站 别担心 我们随便换个门牌号 再重新登记一下就行了 填写IP地址 加一个英文冒号 再加一个端口号 比如我们换一个56 然后添加 现在这个80就没用了 然后再去服务器入站规则里面登记一下 现在我们在地址栏把原来的80端口换成新的56就行了 恭喜你已经站在成功的大门口了 所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 这些都是可以随意变通的 接下来我们安装wordpress 它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这里有很多现成的主题母版和丰富的插件可以直接使用 我今天演示的这款主题也是基于wordpress开发 最快捷的安装方式是在宝塔软件商店里面找到wordpress一键部署 但如果想要使用最新的版本还是要手动安装 打开wordpress官网 点击右上角获取 可以看到最新版本号为6.6.1 点击下载 回到宝塔 点击网站 进入根目录 这里面的文件不用管 也可以删除 然后将刚才下载的压缩包直接丢进来 开始上传 还有一种下载方式是复制刚才的下载链接 在宝塔里面选择URL链接下载也可以 结果都是一样的 上传完成 我们选中压缩包解压 然后打开文件夹 点击文件名称选中所有文件 右上角剪切 再返回到根目录粘贴 再次刷新网站 就会出现wordpress设置界面 选择语言 数据库信息这里可以回到宝塔 点击数据库 直接复制数据库名 用户名和密码 填进去 提交即可 设置一个站点标题 也就是标签页上显示的网站名称 再设置一个用户名 密码 填写邮箱 现在就安装完成了 登录一下就成功进入到了wordpress后台管理界面 地址就是ip或域名加wp-admin 到此你的网站就算全部搭建完成了 我们查看一下 这是wordpress自带的主题 这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站点标题 你也可以到设置里面再添加一个站点副标题和图标 也就是标签页上显示的内容 在外观主题这里有很多免费主题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上传本地主题 用Nirvana为例 下载完成你会得到一个.zip压缩包 在主题安装这里上传 立即安装 然后在主题列表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点击启用 刷新一下网站就切换成功了 你也可以去其他地方下载主题 然后按同样方式上传启用 很多主题前台没有任何内容 需要你到主题设置里面慢慢配置 这是一个比较考验耐心 但成就感爆棚的过程 每个主题的功能和配置过程都不一样 尤其是这款Nirvana稍微有些复杂 有需要的话 改天我出一个详细配置视频 其实只要你找对教程 搭建网站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难 尤其是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教程又这么详细 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基础 就像安装软件 安装系统那么简单 肯动手就没有做不到的 好了剩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们自己了 有兴趣的朋友赶紧去注册个服务器 12个月的免费试用 足够你玩各种项目 如果还有什么需求或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共同分享交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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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